亞運風帆項目倒數第二天 除了J80之外 所有項目已經完成較量 中華隊29er船型12個航程跑完 劉雲俊和周立宇的組合 以67分積分排名淨賠莫座 除了船身進水是主要原因 比賽水域未把漁網清除乾淨 影響成績之外 也讓選手陷入危險 勾到 那個航次勾到了7次 然後我們就翻了2次 對 我們翻了之後 馬上拉起來之後 又開一段 又勾到 然後馬上又倒下去 然後我們在高速的狀況下 我人是掛在船旋邊 那他這個會晃啊 就是他一煞車之後 我人就會飛到前面去 就等於說我會撞擊到船旋 然後導致我們就船隻反覆這樣子 團體乃爾船型 航行速度看風勢能達到20節 相當於時速超過40公里 如果因為船身勾到漁網而造成急停 對選手安全是相當大的威脅 到他的那個IRO 我就向他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抗議 那甚至告訴他說你這個場域這樣子造成了很大的一個危險 不過他的IRO居然回答我說 他不能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在當下的時候也有點生氣 經過中華隊教練團抗議 主辦單位在經過九個行次之後 把比賽水域往內移 有沒有拿獎牌是其次 平安最重要 如果連最基本的選手安全都無法確保 也讓人想問 這是亞運嗎 亞運採訪 台灣國人穿採訪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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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